印尼水果Rodja 这是一款当地的小吃 这些是主要的材料 印尼水果Rodja有别于普通的Rodja 普通的Rodja主要是用到虾膏 而印尼水果Rodja 是用阿萨汁再混合椰糖及辣椒 所以它的味道是与众不同的 首先我们先把芝麻炒香 炒好后盛出备用 再来我们炒花生 现在我们把椰糖切碎 红辣椒去纸 再把它切成小块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入小辣椒 这是阿萨糕 我们可以去菜市或炒货店买到 把阿萨糕加入水中 再倒入搅拌机 加入红辣椒 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均匀 倒入锅中 再加入椰糖 白糖 白糖 少许的盐 还有甜酱油 竹子 竹子滚 竹子粘稠 竹子粘稠 加入玉米 加入玉米 加入玉米水 使酱汁更加粘稠 煮好后取出待凉备用 炒酥的花生去皮 装进一个塑料袋 再用擀面杖把它稍微擀碎 黄黎去皮 再把黄黎切成小块 黄黎切成小块 沙格去皮 同样的把它切成小块 现在我们切凡石流 凡石流不用去皮 把种子去掉 再把它切成小块 黄瓜也同样的切成小块 现在我们把罗加酱倒入 再把它拌匀 加入花生碎 炒熟的芝麻 再次把它拌匀 油条买回来之后 若要更加脆口呢 可以再次的下锅 把它炸脆 现在我们把油条 剪成小块 最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油条 好吃的印尼水果 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尝试做一做 味道可不错哦 对吧 我们再次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